为什么能这么倒霉 之前我在新加坡出差的时候 中间刚好有一个周末 我就打算一个人在新加坡逛一逛 吃点好吃的 新加坡的物价其实不太便宜 大概是北京的两到三倍左右 因为不想花太多钱 我给整个行程制定了一个原则 玩的话呢 收门票花钱的地方一律不去 吃的话呢 人均超过一百的一律不去 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 穷游新加坡吧 第一站是滨海湾花园 这是新加坡很地标性的一个景点 紧挨着另一个地标建筑金沙酒店 进入滨海湾花园是不收门票的 但是餐馆里面的场馆就需要花钱了 进这里看室内瀑布要钱 室外看小分泉不要钱 进这个室内鲜花大棚要钱 室外植物大棚不要钱 走这个上面要钱 走这个上面不要钱 上这个树顶观景台要钱 在树下拍照不要钱 我还发现了Instagram上 一个非常火的打卡机位 也不用花钱 我觉得除了旺带我的那个快门线 所以我的自拍现在就是不是非常方便 但是机制的我研究出了 我这相机的另外一个自拍的方式 就它有一个笑脸快门 你把那个笑脸快门打开了之后 只要你smile它就会自动拍很方便 另外滨海花园每天晚上还有免费的灯光秀 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又来了一趟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白天 在滨海花园拍完照之后呢 我准备去新加坡当地的一个早茶店吃个早午餐 新加坡打车是比较贵的 只是我用grab从住酒店打车到公司 不到8公里车费是23.8新币 车费人民币大概是120块钱 所以我自己玩的话 远的地方就坐地铁 近的地方就腿着 家电在装修 这家电在装修 家电在装修 为谷歌地图上不告诉我 换一家电吧 没办法 公司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还是吃上了亚昆 点了一个冰奶茶 一个咖啡吐司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想打卡的一个景点 圣安德烈教堂离这里很近 所以准备吃完之后就腿着过去 不会吧 在在在在维修啊 嗯 我不懂为什么地图上又不标注 我感觉就这机会也是蛮难的 毕竟过来恰好赶上这个教堂 这么大规模整修都要有机会 感觉也不是很多 俗话说事不过三 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行程 不可能再遇到这种事情了吧 最多再遇到一次 我觉得再多就离谱了 愤怒离开之后 我决定去附近的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走地基 旁边还有个小鸡 路上经过了这个彩虹楼 自拍几张 新加坡美术馆进入场馆 也是不是要买票的 里面的部分展览 需要单独购票才可以看 我当然选择不花这个钱 因为地上就能看到免费的艺术品 美术馆整体的建筑也很好看 那里面还能给手机充电 兼免费的饮用水盒 下午我还看了一场免费的艺术表演 好香气啊 从美术馆出来 我准备去新加坡最地标的那个鱼尾石公园 从这里走路大概两分钟 新加坡就是这么小 腿这就能挂完 此情此景 谁能拒绝和这个喷水狮子拍一张游客照呢 吃个下午茶 我现在吃了这家店在Triple Advisor上面排名第一 是一家法式可力饼店 这可力饼好大 不像像中的大好的 我在国内吃过几次可力饼 就是它这个饼皮烤出来是软的 但这个是脆的 我喜欢吃这个脆的 太好吃了 不好意思 就是我要来的地方又在修路啊 我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酒吧一条街 叫哈吉哈吉巷 然后我现在走到它的外面 发现它的外面在修路 哈哈里面不修路 这条路上有很多的酒吧 还有这种荧光涂鸦桥 好知道女生一个人在外面喝酒 是不太安全的行为 所以咱们就是浅浅的逛一下 今天准备去吃那个新加坡 很有名的天天海南鸡饭 离我这个酒店走路五分钟 Maxwell Food Center 这里就是一个类似美食大买道的地方 里面有很多档口 吃饭的价格也相对平 这个天天海南鸡饭 我毫不夸张地说 是我在新加坡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 香 真的太香了 想用它可以再吃两块 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几家别的档口也卖海南鸡饭 在门庭就稍显冷清 没有天天海南鸡饭那么火 吃完饭在酒店楼下小公园玩 哈哈 找到了这个窍门 放这个就是你用脚踏这个板子 你用脚踏这个板子 它就会放起来 我一个人能当得好高 不需要任何人推我 我能当到天上去 哎呦我这个豆是越长越大了 今天我是计划去新加坡植物园 也是一个不收门票免费的景点 在出发之前我准备再去吃一次天天海南鸡饭 救命队都排到室外了 嗯 嗯 还想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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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尾桑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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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的40分钟地铁 进入植物园的一瞬间 我是有点后悔的 这里面就是很多绿植而已嘛 滨海花园的绿植比较少吗 我酒店楼下的绿植比较少吗 我需要大老远跑这里来看吗 BUT 随着我游览的深入 我发现啊 植物园远远不仅只有植物 还有 野生猴子 黑天鹅 俩王八 更多王八 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这个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亲眼看到这么大的 冷血爬行动物 自由地在人类中间穿着 当时我就悟了 如果你想看动物 但是不想看 关在笼子里面的动物 你就来植物园 不要去什么动物园 这里真的 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会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倒霉的事情又一次发现 我本来想要来这个地方 吃一个据说很不错的 椰姜椰饭还是椰姜饭 因为午餐的时间已经过了 现在已经快两点 然后那家店铺就是卖光了 就是关门了 提前关门 然后我就随便点了 在这里找了一个 吃了一个鱼丸催面 有鱼丸也有托面 一般般 我只能这样说 接下来我去了 乌节路这个很火的冰淇淋车 这个冰淇淋可以选择 用微化或者吐司来包 我买的是彩虹吐司 包香草味 并且不下五个 味道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真的还挺好吃的 晚上我去了公司楼下 一个叫老巴沙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美食会 白天的时候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到晚上的时候 它旁边的一条路会封起来 然后马路边的这些摊位 就会支撑起来 其中最火爆的是这个卖沙爹烤串的 真的很难想象 白天这里可能是市中心最繁忙的街道 晚上大家都坐在马路中间吃路边摊 但是这个沙爹烤串我个人觉得味道一般 我觉得沙爹酱还是没有紫然辣椒面香 后面有一天我还去吃了这个全世界最便宜的米西林 味道还不错 主要是价格真的很实惠 这就是我周末两天在新加坡玩到的以及吃到的东西 两天的花费一共是 后来因为在新加坡洋了 出差的时间就延长了 我还去了新加坡的度假岛盛陶沙 以及岛上的新加坡环球影城 我先说结论 这两个地方都没必要去 首先是新加坡环球影城 真的太小了 可能只有北京环球影城的十分之一的 最致命的是它没有哈里波特园区 对我们哈迷来说 没有哈里波特的环球影城就是没有灵魂的 变形激光园区还有一个项目跟北京的火种园是一模一样的 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花400块钱进来真的是雪亏 圣桃沙岛上的沙滩也都非常迷迷 海水也不是很干净 很干净 从海边望出去吧 没有一望无际的海岸线 只有很多大船还有海上的工业基地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我更倒霉的人了 你们能听见这个下雨的声音吗 我到这个沙滩呢 刚拿出我的自拍设备准备拍两张照 从顶上的这片乌云又飘过来 现在就开始下大暴露 我现在就是被困在这个棚子里面 我也没有带伞 所以哪里也都去不了 温暴露 温暴露 I love her and she loves me